由于在洛杉矶的街头最近毒品泛滥 甚至短短一个礼拜之内造成有38个人 因为服用过量而倒在街头紧急送医的情况 这让洛杉矶是一位格外重视 特别要来调查单位深入调查 并且不排除来起诉多家合成大麻的制造商 还有经销商 洛杉矶警方发现一种名为香料的合成大麻 最近在洛杉矶的平民区街头 已经造成有超过50个人身体不舒服而倒地 由于这种毒品是内容复杂的合成物 因此在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 无法确定里面还有哪一些的有害成分